哈喽大家好,我是洛琪,欢迎回到洛琪漫谈 最近有个事情在国内吵得沸沸扬扬 就是徐州巴海母亲事件 有些观众留言啊,希望我专门的讲一讲这个事情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讲 因为第一呢,我不是这个时众类的博主 不需要去抓那些热点事件来做节目 第二,这个事情让我回忆起太多不开心的往事 讲这个话题会涉及到很多我的身世 算是个人隐私吧,这是我犹豫的主要原因 经过这几天的考虑吧,我决定全部讲出来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唤起更多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巴海母亲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就不赘述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多看一看 这个事情的性质啊 其实就是中国妇女拐卖的一个悲惨片段 相比与其他的博主 我是更有资格去聊这个话题的 因为我的妈妈就是中国从千上万被拐卖的妇女之一 和巴海母亲是一样的 很多人都说我的长相不是那种典型的中国人的长相 有一点抑郁风情 那是因为我妈妈她是少数民族白族啊 这一点其实我很早就有提到过啊 我老家呢是在苏鲁玉碗交界的内陆地区 我爸爸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我妈妈来自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 他们俩怎么会结合在一起 难道大家就不好奇吗 这一切都要从我爸南下买媳妇说起啊 是不是听起来觉得很魔幻 为啥这么巧就发生在我身上了 大家先别着急去质疑 真实性的稍后你们自己可以判断和考证啊 我先从这个大的背景说起 我们老家离那个巴海母亲事件的徐州很近啊 这个地方经济落后 民风也不咋地啊 在我爸要娶亲的那个年代 也就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木 村里面光棍的问题很严重 很不幸我爸就是其中一个 轮为光棍主要原因是因为家里穷 其实那个时候村里所有人家里 都穷啊 但是这个穷它也是分等级的 普通穷的还能勉强的找到媳妇 特别穷的就悬了 造成这种特别穷的原因呢 有两个 一个就是家里的兄弟姐妹特别多 二就是家里有人生病卧床 我爸呢兄弟姐妹五个 我奶奶是长期的生病 结婚生子 绝对是农村人的头疼大师 要不然一辈子在村里都是抬不起头啊 我爸这些光棍吧 就到了这个三十岁以后就开始着急 家里呢又不具备这个换亲的条件 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换亲啊 就是用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 去换别人家的姐姐或者是妹妹 这样就给两个光棍找到媳妇 但这种情况这个配率率并不是特别高 我爸他们这些人啊 就在本地实在是讨不到媳妇了 就开始把目光放到外地去 反正也不知道是谁先开了这个仙盒啊 就有人去南方带了媳妇回来 然后呢就有人效仿 一传十十传百 光棍们终于发现了一线生机啊 于是拐卖妇女这种丑陋罪恶的现象 就这样在中国近代应运而生了啊 拐卖妇女呢一共有三个主要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光棍亲自到那个妇女的所在地 进行物色诱骗和交易 我爸当时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啊 也是最早期的方式 这个被拐妇女的重灾区 主要是集中在云贵川三个省份 我爸当时去的是云南 到了这个当地之后 去找那些最偏僻的山村啊 因为越是山窝窝里啊 愿意外驾的概率就越大 因为越封闭啊 就越渴望外面的世界嘛 然后就是物色那些有意愿的女孩 下一步就是诱骗了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要知道八十年代信息是很闭塞的 尤其是中国的西南山区 而且交通非常不方便 当时这个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啊 对他们一点辐射都没有 而且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 他们在山里是世世代代过着自己自足小日子 就说到这个生活质量 其实当时我妈妈的老家 物质方面要比我爸爸的老家 好太多太多倍 因为第一 他们是少数民族 就国家政策上是有优待的 没有那么多的税收啊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些山区啊 山区的自然资源很丰富 山里的野生动物啊 河里的鱼啊 还有各种的野果子野菜 而且他们有个传统 过年要杀一头猪 做成腊肉 够吃一整年啊 反观我爸爸的老家 那种物质匮乏真的很严重 我之前也有聊到过 我小时候平均一个月吃不到一次肉啊 尤其是到了冬天连蔬菜都吃不上 但既然是这样 我爸这些光棍们又如何去诱骗呢 最大的切入点就是平原地区啊 山里人抬头目之所及都是山啊 连绵不断的山 交通还不方便 所以他们对平原地区是有幻想的 他们觉得这个平原的日子应该更好过一些 再加上信息闭塞 全凭对方一张嘴 说啥就是啥 所以很多人就上当了啊 第一步物色号 第二步骗上钩 第三步就是交易啊 当时的价格是2000到3000人民币 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啊 我之前在一个影片里讲过啊 在我小时候90年代初期 我们家一种年的全部收入 也就是三四千元啊 如果去掉所有的开支 几乎是没有存款的 所以像我爸这些光棍 用来买媳妇的钱也都是掏空了家底啊 然后把钱付给这个女方的父母 就可以带着准媳妇回家了 其实我妈呢 算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啊 她当时只有18岁 和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谈恋爱 就是被家人反对嘛 一气之下就跟我爸走了 她是上过学的 不是那种没有想法的人啊 只是就是太年轻 也太冲动了 一失足冲千古恨吧 拐败妇女的第二种方式啊 就是人贩子把这个女孩 直接带到南方家里 这种情况是在这个 供需市场重熟之后才发生的 一般当地也会有人 充当这种交易的桥梁 这种价格要贵一些 三四千到四五千不懂 拐败妇女的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被拐的妇女 自发的充当媒介 把自己老家的女孩 介绍给自己丈夫的同乡啊 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所有被拐败的女孩啊 都要面临相同的遭遇 那就是家暴 这些妇女被拐来之后 举行婚礼是不可能啊 因为那个钱已经一次性花出去了 一般都是直接去冬季结婚 结了婚不代表 就可以相安无事的过日子了 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痛苦的适应期 这种痛苦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我接下来要讲的 可能又要刷新大家的三观了 那些被拐的妇女 当然也包括我妈在内 她们被家暴是普遍现象 有多普遍呢 我不敢说100% 但是90%是有的 也就是说 10个被拐的妇女里边 有9个都要被家暴 原因很简单 怕她们逃走 对 仅仅只是因为害怕她们逃走 倒不是她们真的做出了要逃走的举动啊 这是一种为了防患与未然而采取的措施 我们那边农村的说法是 先打到她不敢跑为止 我请大家闭上眼睛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 你是一个18、9岁的女儿 不按事事 跟着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陌生男人 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破地方 语言不通 举目无亲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不知道该如何的面对加莱的生活 这种忐忑的心情 不但没有人去理解和安慰 还要被毫无理由的暴打 隔三差五的暴打 直到被打怕了 被打服了为止 这种下马威势的家暴 一般到了生小孩之后会告一段落 因为做了妈妈之后会被这个孩子拴住 逃跑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 所以挨打的频率就会越来越小 生孩子这件事 可以说是妇女被拐卖这一系列悲剧的源头 中国人那种传宗接待的愿望太强烈了 尤其是贫苦的农村地区 虽然每个人都有生育权 但这种不顾法律和道德双重约束的 更接近于动物本性的繁衍 你觉得还值得尊重吗 这种对拐来媳妇实施的家暴和控制 一般都是由恶婆婆来主导 这也是中国婆媳恶劣关系最极致的一个体现 其实实施起来也不难 首先就是不给儿媳妇一分钱 没钱就没有跑路的经费 其次就是限制社交 你想本来村里就是封闭的环境 什么事情都是看在眼里 反正儿媳妇连去镇上赶其次机会都没有 只要把活动范围限制在这个村里 就是安全的 因为村民会主动帮你看着 最极端的就是把儿媳妇关在家里 像这个徐州巴海用铁链锁起来 我确实没有听说过 主要是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经过前面说过的那个下马威士的家暴 然后又生了孩子 再加上软禁 最后村子里还有几百双眼睛盯着看 这些媳妇基本上就认命了 放弃了反抗的念头 我们村里我爸那一批南下拐媳妇的 只有一个人的媳妇 成功逃跑了 给他们家生了一个小男孩之后 我当时还太小 对那个逃跑的媳妇没有什么印象 很多细节都是后来听我妈说的 就听说那个女孩很年轻而且漂亮 又是高中的文化 拐媒她的男人呢 只是一个文盲 而且比她大二十几岁 生在法治国家和文明社会的人 可能很难理解啊 光天化日之下 怎么可以拐媒妇女 而且通过暴力手段进行人身控制 但是这一切 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 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到底是谁的责任 我认为是集体作恶的结果 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 通过拐卖手段 从云贵川地区讨媳妇的 算不上是极其普遍 但绝对不稀奇啊 光我们村就有十几二十几个云贵川媳妇 这些媳妇 除了要忍受来自家庭的非人的对待 还要忍受外界的恶意歧视啊 我们老家那边对这些云贵川媳妇有个歧视性的称呼 叫男蛮子 我妈对这个称呼非常的敏感和厌恶 我也是一样啊 但是那些村里的人从来不避讳 他们明知道我们讨厌这个称呼 还是一遍又一遍的在我面前说 男蛮子 男蛮子 你妈是男蛮子 你爸找了一个男蛮子 包括学校里那些同学也会这样说 他们这些人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是在歧视别人 只是觉得好玩 还有其他的冷嘲热讽 让我从小就见识了人性的恶 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因为我爸爸比我妈妈大18岁 我妈呢 只比我大19岁 所以我们家的组合看起来并不协调 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去田里干农活 有时候就是会遇到同村的人嘛 他们会主动找我妈说话 就假装关心的问 哎呀 怎么和你公公一起干活呀 你家男人呢 大家想一想 我妈听到这种话 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类似的还有很多啊 我就不想再举例子了 集体做个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 当我妈妈这些被拐来的外地媳妇 正在遭受殴打和虐待的时候 村里的左邻右舍 没有一个站出来伸张正义 更别提什么去报警 让警察来主持正义了 当这些媳妇被打得哭天喊地时 村民在干什么 他们是双手插在锈管里 在津津有味的看热闹 因为归根结底 他们内心的想法和那些施暴者是一样的 既然媳妇是花钱买来的 怎么处理自己说了算 不打不行啊 万一跑了怎么办 损失太大了 再说这个正义 你指望警察来解救吗 似乎太天真吧 虽然家暴是赤裸裸的违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是在中国 一句清关难断家务事 就把一切问题抛给无助的受害者 就像徐州八海人的母亲 他在非人的虐待中生下了八个孩子 又被铁链锁住囚禁起来 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也不是发生在隐居的山洞里 而是发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 发生在几百上千村民 长达十几年的见证之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 在美国 你把自家的狗长期拴在院子里不去遛它 都会被邻居举报 告你虐待动物 在中国呢 一个大活人被铁链锁着 整个村子选择集体失踪 我不想刻意去对比什么 只是这种人不如狗的反差 太让人触目惊心了 如果不是被网友报过 谁能保证巴海母亲不会在那间破屋的角落里 悄无声息的死去 再试问 中国还有多少像巴海母亲这样的受害者 在施暴者和村民们默契的合谋中 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不被外界所知晓 再说说拐卖妇女的现状 我只说我了解到的我们老家那边的情况 其实到了我比我爸晚一辈的那些光棍 再想去云贵川讨媳妇 可能性越来越小 一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深入 很多想走出大山的人都直接去了沿海城市 二是因为这个信息渠道相对的多了 山区的人知道平原的日子也不咋地 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了 而我妈那一批被拐卖来的妇女 有一部分在孩子重年之后 选择离婚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剩下的那些选择向生活低头 就在岁月的蹉跎中忘记了过往 慢慢的和施暴者相濡隐没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庆幸还是一种悲哀 再说说我们老家当地 现在的婚姻状况 光贵数量有宗无减 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和重男轻女的传统 共同作用的结果 目前想要摆脱光贵的身份 根据市场家需要付出更多的真金白银 在我出国前一两年 村里有一个比我小三四岁的儿时玩伴 因为家里没钱 盖那种两层半的楼房 就导致自身缺乏这个竞争力 过了25岁就只能考虑二婚的 我在这里没有歧视二婚的意思 就是纯粹是陈述这个现实 后来他娶了一个二婚带小孩的 彩礼18万八 外加三金三银的首饰 纵观中国当下的婚姻状况 从事人口的结合 虽然大部分也要承受婚前买房和彩礼的压力 但都是有感情基础的 但是广大农村还是几乎没有变化 依然是传宗接代为目的 物质条件为前提 所谓爱情反而是最次要的 兜兜转转了几千年 年轻一代解决婚姻问题的方式 简化成了物色加交易 省去了中间的环节 变得更加的简单粗暴了 丝毫没有进步 无数人沦为天价彩礼的牺牲品 最后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的妈妈 还有和我妈妈一样被拐来的妇女 以及徐州的八孩母亲 其实他们都是同一类人 都是中共法治不健全的统治下 正义缺席 外加群众集体作恶的受害者 这些受害者 从今有 现在有 希望未来 不会再有 妈妈 天亮了 长夜真的过去了 太阳来了 把你的小屋照得发白了 却照不亮你 被黑暗淹没的心事 你的伤痕太深 世上的灰尘太厚 妈妈 你脖子上的铁链 冰冷如昨 连你的灵魂 都失去从前的轻盈 可不可以 让我牵着你走到外面 让春风也吹下你 你会喜欢吗 别再去回忆 你离开山村的那天 你没有做错什么 是上帝 犯的错 是日月星辰 忘记爱你 辜负了你 是命运的贪婪 想要你温热的泪 做成天国的宝石 摆在东西南北 让所有丑恶的人们 不敢 不敢 只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